中国古代,预言故事 蒙人赤虎 蒙地有一个人,以打猎为生 他的儿子很调皮 趁他不在家的时候 把一张狮子皮穿在身上 跑到野外去玩 正巧遇上一只正在找食的老虎 老虎以为是一只熊狮 撒腿就逃 猎人的儿子还以为老虎是怕自己 便得意洋洋 觉得自己好威风 第二天,他又背着爸爸 穿着狐皮袍子去野外游玩 没想到玩得正起劲时 突然出现了一只老虎 那老虎站在不远处 斜着眼睛看着他 一动也不动,毫无惊吓之状 他见老虎竟然不逃跑 心中大怒 便大声赤骂老虎 这下可好,惹得老虎发了怒 只听一声大吼 老虎猛扑过去,吃掉了这个人 做人切勿徒有其表 而狂妄自负 否则就会自食其果 讨厌 如果武装 我才能够问同一个懒 词